当地时间12月17日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 在接受美媒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苏联的幽灵仍在俄美之间徘徊 美国正利用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 以达到其在冷战时期想要削弱俄罗斯 是欧洲服从的目标 安东诺夫表示 许多美国政客仍按冷战思维行事 将各种问题归咎于俄罗斯 接受不了国际舞台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 他指出 一个未来的多极世界已经开始建设 俄罗斯主张在未来国际关系体系中 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这一提议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据报道 五角大楼最新发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 将俄罗斯描述为对美国利益的严重威胁 并授权美国军方武装自己 声称如果威慑失败 要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获胜 而在当地时间12月9日 白宫方面宣布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批准 再向乌克兰提供2.7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帮助军获得更多的弹药和防攻能力 在此约一周后 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接受新闻周刊采访 认为美国似乎需要不断通过与俄罗斯的竞争来自我肯定 看起来 苏联的幽灵仍然在美国首都的权力走廊里徘徊 冷战根本没有结束 安东诺夫说 这里的许多政客 仍然按照那个历史时期的规律思考和形式 他们认为随着普京在我国执政并恢复俄罗斯的国际声望 这已成为华盛顿的头疼病症 安东诺夫说 随着俄乌中途的发生 美国更有能力实施其削弱俄罗斯的固有想法 他还指出 围绕所谓破坏民主世界价值观的外敌这一形象 巩固美国国内和整个西方阵营的社会就会容易得多 他补充称 美国还可以利用俄罗斯来为其前所未有的军费开支做辩护 同时破坏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互利关系 使欧洲完全依赖于美国 不过安东诺夫说 乍一看美国人似乎在所有地方都是赢家 实则不然 显然我们正处于建设多级世界这一复杂而漫长过程的起点 在这一过程中 俄罗斯联邦主张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体系中 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利益 安东诺夫强调 俄罗斯的这一提议 事实上已经得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区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 他认为建立多级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俄美竞争不会一下子就停止 但如果继续这种情况 那么在此期间 俄美必须是相互尊重的